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感谢邱国珍社长南方快报创办人 他的邀请 使我有机会再次来到高雄 见到这么多好朋友 跟这么多朋友见面 大家都知道南方快报 是我们高雄最坚定的 为台湾发声的深绿的媒体 所以刚才邱先生在讲的时候 他说他们没钱没事 但是我想说 他和他的家人有心 用这份心来爱台湾 我们谢谢他们 那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见到很多在高雄 在台湾的老朋友在这里见面 包括这个原来台北时报的总编辑 后来做了华氏副总经理的资深的媒体人 我的老朋友朱立熙先生 来在今天见面 谢谢 但有其他很多老朋友在这里见面 很高兴 有这样一个机会 那这是马英九上台之后 我第一次来台湾 第一次来台湾 那来到台湾每次都很感慨 因为很多次都赶上选举的时候 这次再有几天就是五都选举的投票 所以看到台北的街头 高雄的街头等等 那个各种竞选 候选人的旗帜 我是很感慨 也很激动 也许在座的各位 你们看多了 习以为常了 可是我在中国出生长大 一直是中国到今天 都没有选举 所以看台湾这个满街的旗帜 还有台湾特有的像嘉年花卉 办的那个选举的方式 那个游览车 那个小喇叭等等 很感慨 使我想起了我学会的第一个台语 也是我最喜欢的台语 那就是冻蒜 说句老实话 各位 我很羡慕你们 做我在中国出生的人 你们有冻蒜 有选票 中国到今天 只有没有冻蒜 只有清算 你像我在大学时代的朋友 刘晓波 是我同一年纪的 那今天获得了世界大奖 诺贝尔和平奖 多么大奖 而且是第一次颁发给中国人 打了喇叭不算了 打了喇叭是西藏人 不是中国人 那今天的话 第一次给中国公民 结果他在监狱里 他不能领奖 他的妻子被援警 甚至他的所有在中国的朋友 全部被禁止 在12月10号 挪威颁奖日之前 离开中国 担心他们去带领 去出席 全部的禁止 即使你在几个月之前 多少年前 你有什么一个学术会议 全部不允许 这就是中国仍然在清算 有时候在美国 美国朋友说 你在中国出生 关注中国 你又去过多次台湾 认识朱立熙 认识邱国珍 认识那些范绿的 你跟我说说 中国和台湾到底怎么回事 我说 毕业说多少年的历史 很简单 就是四个字 一边是清算 一边是洞算 这就两岸的关系 那我们当然要支持 动算的台湾 抵制清算的中国 那今天 这个主讲人 给我出的题目 是这个 马英九和中共 灭台的阴谋 当然马先生 他不会战胜 他不承认 说他是在卖台 灭台 但是我们看一个人 不是要看他说什么 而是要看他做什么 今天马英九上台之后 他做的 就一步步的倾斜中国 倾斜中国 我们大家在座的 如果喜欢看足球赛 那个世界杯 那个足球赛 你想赢 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 你得把球 运到对方大门口 第二个 你要临门一脚 射门 你才可能赢球 那今天马英九政府说 我们没有卖台 可是今天 马英九也好 他的最亲密的伙伴 金普聪也好 国民党们 每一分钟 都在运这个球 往哪里运 往中国的门口运球 然后时机成熟的时候 就临门一脚 踢进统一的大门 把台湾就卖掉了 那马英九 或者他的助手 金普聪说 你有什么证据 我至少有两个证据 第一个 你跟中国签这个经济协议 埃克法 这个法明显是不利台湾的 明显是有利于两岸统一 明显有利于马英九 那个终极统一的目标 为什么 起码有四点 第一点 大家在座的 可能很多人买过股票 在美国是超过买50亿的美国家里 是买共同基金等等股票 我想台湾也有很多人 在中买了股票 无论你看台湾的任何股票大师 经济学家的书 包括美国被称为股神的巴菲特的书 看到多少书都是一个常识 一个规律 就是鸡蛋 鸡蛋不可以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你这个投资股票啊 有的放在房地产啊 还有一小部分要放在这个 这个储蓄等等 为什么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篮子坏了 鸡蛋全打 你就倾家当地 那今天 马英九不知道这个常识吗 为什么要把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所有鸡蛋 都要放在中国的篮子里 要把台湾仅仅的和中国的经济 捆绑在一起 这合复经济常识吗 不合复 第二个 中国这个篮子 不是一般的篮子 他分分钟想统战台湾 把台湾这个鸡蛋 拿到他的篮子里 成为他的一部分 这中国是处心积虑 什么事情都背后有统战力 我们不说别的 你就说那个 送给台湾的两只猫群 叫什么名字 一个叫团团 另外一个什么 团团圆圆 把台湾团结到共产党的篮子里 连这个事情 他都要动脑筋 连动物上 他都要心心心思 包括你说 中国和台湾马英九政府签署的安法 哪一天签署的 是香港跟北京中央政府签署同样性质的 经济协议的周年纪念日 连签署跟台湾签署经济协议 他要给你特别的动脑筋 用这个日期也把台湾变成香港第二 变成他的所谓的特区 说他千方百计要动脑筋 对台湾的统战 中国共产党连14亿中国人的经济利益 他都不考虑 他怎么这么爱台湾呢 他怎么这么爱高雄人呢 怎么可能呢 他当然是爱死了台湾了 他要拿去台湾 要统治台湾 今天我们看 在经济上 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个篮子有统战的意图 第三个 大家都知道的常识 中国和台湾比例悬殊 一个非常大 一个相对的比较小 台湾多少人口 2300万 中国已经接近14亿 也就是台湾的人口 不到中国的50分之一 第二个 中国960万平方公里 台湾3万多 台湾的土地面积 不到中国的300分之一左右 这么这么大 你这么小 它就有统战的意图 它的经济如果大量的进入台湾 你怎么办 中国的国营企业 占主导 中国的400家大企业 只有72家私营的 不到四分之一 而中国的私营企业 也不是真正的 不是像台湾 陆宽敏 王永庆 郭台铭那样真正的 自己说了话 说了说了的 民营企业 他那个中国的总经理 或者董事长 中国政府分分钟 都可以把它 截户掉 拿掉 说即使这样 他才占中国整个大企业 400家的不到四分之一 说他这种经济进来 是中国的国有经济进来 他把你高铁 买出去怎么办 他把你台湾的101大厦 拿去怎么办 他把台湾的石油 控制怎么办 他把我们高雄的 八五旋软餐厅 那个大厦 也拿去怎么办 最后他把南方快报 可能也要抢去 这秋天就要失业了 他有庞大的财力 你台湾的哪个企业 阴旗的高铁还是谁 哪一个绿营的企业 能够抵抗住共产党 以国家政权 全世界外汇存体 世界第一的国营企业 它的这种实力 你没法抵抗 说这个大和小 你也没法和他的抗抗 最后一个 还有相当大 所以既然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他有统战的意图 那两岸又大小 就不一样 说这个经济上的不同 导致你跟他签署这个经济协议 你只能有利 中国把台湾统战去 拿去 不利台湾 不利他 那今天 马英九不是这个常识吗 那马英九为什么这么做呢 台湾人是支持吗 当然不是了 如果支持的话 如果马英九政府 金普松的国民党 有信心的话 那应该把这个埃子法交给公投 如果公投通过了 哪管是通过了 向陈总统连任的话 0.28的比例通过了 你也算多数 你也可以理直气壮 那为什么不敢公投呢 你没有信息 你恐惧台湾人民否决 你恐惧 公投之后 台湾人民会要求 台湾加入联合国 台湾国号国旗国歌等等 都要求公投 公投是人民的权利 你看美国不久前 国会改选 我们去投票 我是美国公民 去投票参议员 众议员 州长 那不仅投票 投票头半天呢 那个议员什么 很好的划沟大圈 可是那么多公投的项目 十几条 二十几条 甚至有的州 几十条 你要实际好好地研究 哪些你赞成 不赞成 美国每次的选举 都在公投 公投是民主的 基本的形式 也是民主的 基本的原则 也是人民的 基本的权利 马云雅的剥夺 他不敢 这就说明 他知道民意的反对 但是他还要 一意地故行这么做 而且为了 阻止台湾人民 对他这个卖台 亲中国的反对 他的内部采取三项 至少是三项 打压的措施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他又利用司法 利用国民党大佬说的 法院还是国民党开的 这个司法 打击政敌 打击在一党 今天大家都看到 刚刚不久前 台湾高等法院 判决前总统 陈日贬 徒刑 三室定严 那我在美国 从陈日贬的案子一出来 就写过多篇的文章 指出这是政治清算 政治报复 为什么我有的感觉 第一时间 就是因为有中国的经验 美国的经验 什么叫中国的经验 这种方法我熟悉 我经历过 当然我没当过总统 但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就是这么做的 毛泽东打倒他的政敌 国家主席刘少奇 就是这种方法呀 舆论审判 未审先判 然后红伟兵批斗 街头运动 群众运动 根本没有真正的司法 完全是政治清算 政治打击 那对陈日贬 陈总统也这样 未审先判 押人取共 篡改笔录 临时换法官等等等等 哪来的司法正义 哪来的不罪推定 包括尤其是换法官 大家看到 周展春法官是通过抓揪 通过天意 拿到了这个审理的机会 国民党临时把它换掉 后来周展春 审理其他的陈日贬案子 判决是四个字 全部无罪 那按照这个精神 这两个案子性质大同小异 很可能周展春 在审理第一个案子 不被换掉的时候 也是同样判决无罪 说为什么换掉周展春 不是换掉一个法官 是换掉那个可能的审判结果 不用说别的 我在美国遥远的大洋对案 就看到这一件事 就可以论定确定 国民党是政治干预司法 而且不是换一个普通的法官 换了一个在马英九特别案的时候 全力的给马英九辩护 全力的给马英九开脱罪名 最后判决马英九无罪的周手续 用马英九的粉丝来审判 判决马英九的政敌 天哪 这可以进入世界司法丑闻大权 这就是国民党 这件事一看 哪有司法公正 今天有个朋友说 来人给我辩论 那么现在我们经过三审定验了 经过大法官了 他说我们是司法不公吗 我说你还是司法不公 他说政绩在哪里 我说政绩在我在美国看到报道 在三审定验判决陈总统之前 你马英九总统 验请司法院的院长副院长 这就是政治干预司法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以美国的经验 美国是非常强调司法的独立 司法的公正 强调两个原则 程序正义 无罪推定 陈世验在没有三审定验之前 他是自由人 他是无辜的 他是无罪的 可是把一个无罪的人 就关押了 积压了700多年 那今天你说你终于三审定验了 可是三审定验之前 马英九验请法官 验请司法院的最高领导人 包括司法部长等等 法务部长等等 这在美国怎么可以被允许 大家看看美国 每年有一次 总统在参众两院 发表国情国会讲话 那个全美国的各大电视台 现场直播 大家如果刘欣在美国西音上 看到过 那个场面跟我们今天会场不一样 它是一面分两排 这一面全是共和党 那一面全是民主党 这欧巴马一讲话 他所属的民主党的议员 起立鼓掌 那一半不起 不鼓掌 不支持他的政策 那么交之不是当总统的时候 共和党起立 民主党的议员不起立 不鼓掌 但是有的时候 全体鼓掌 当你谈到共同的国家里 你要谈到 我们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前线的 美国的官兵 全体有鼓掌 支持我们的战士 谈到照顾弱势群体 照顾孩子 全体鼓掌 但是即使全体鼓掌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 在前排坐着九个人 永远的不起立 永远的不鼓掌 永远的无动于衷 这五个人怎么这么豹满 这五个九个人怎么这么豹满 这九个人不管是哪个党执政 哪个总统严想 都是如此 这九个人 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 他们用这种方式 告诉世界 告诉美国民众 司法是独立的 独立于任何总统 任何的党派 今天 在判决 陈日元的前总统之前 你马英九总统 要判决以前政敌的时候 你验请司法院的院长 副院长 法务部长 你不得一向世界公开的宣证 你要政治干预司法吗 二是什么 什么要不符合国民的期待呀 什么国民的情感呢 那司法是什么判的 在此各位 可能不是法官 没学过法律 但也是都常识 法律根据什么判 法律是根据事实来判 怎么根据期待呢 如果根据期待的话 我曹长青就希望期待 明天就把马英九抓起来 都不可以 是完全政治干预司法 所以这种方式 不仅是打击 过害 这个前总统 而且对前朝的主要的官员 很多都被起诉 副总统 林秀莲 前刑事院长 游锡坤 谢长天 游锡坤 还有陈唐山 把这个教育部长 杜生生等等 我看一长串的名单 都是绿营的主要领导人 内阁成员 全都被起诉 只根据司法打击政治 第二个方法 扼杀言论和新闻自由 今天在座的朱立席教授 是教新闻的 对此各有感受 今天台湾好不容易 有了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解除了暴击 可是今天国民党的秘书长 金卜松 就公然的威胁说 要控告民事 投家来开奖的来宾 而说 我不是打压媒体 我不是针对媒体 我只针对来宾 来宾什么 来宾就是媒体的一部分 那政论节目 没有来宾 一个人总是一个人讲 今天你控告了来宾 明天控告那个主持人 媒体没有新闻评论 还叫什么媒体 这不是公开的 要扼杀 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 尤其不可容忍的 不可思议的事 金卜松 我上网查了一下 他不是一个国民党的小官僚 什么也不懂的人 他是在美国学的新闻 在台湾做的新闻学的教授 他怎么教学生 这种扼杀言论自由的教法 不把台湾新闻学院的学生 都教成了盖世太保了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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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